很少生病吃药,93岁国学大师的长寿建议,做到一条也很好,医学专家陈可济是中国著名的医学大家,也是中国中医界的泰山北斗。 他是中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,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代表性传承人,受到了国内外医学同行的广泛赞誉。 但是他最令人羡慕的并不是这一点,而是他的健康长寿。 出生于1930年的陈可济,今年已经93岁了,在很多人看来,能活到90多岁已经相当不容易了。 但是陈可济院士不仅寿命长,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的身体也一直相当硬朗,很少吃药和生病。 身边的学生和同事,都对他的养生秘诀相当好奇,都向其讨教起养生的秘诀。 而陈老谈到养生经验,认为这是一件顺手而为的小事情,每个人都能有健康长寿的晚年。 本文选取他分享的养生秘诀中的其中四条,与各位分享。 国学大师陈可济的长寿秘诀,就在这四句话里。 一,淡然面对生死,不要过分执着于寿命,生老病死乃是自然之理,看得开才能寿命更长。 但是如今很多老人都过于在乎自己的岁数,过了60岁以后,生怕自己少活一年。 身体出现一点小毛病,就惶惶不可终日,四处寻医问药。 这样对健康不仅没有任何好处,反而会加重心理上的负担。 身体又怎么会好呢? 二,维持和谐的家庭关系。 如今很多老人,在养生上面花费很多心思,但是却往往忽视了身边的亲人。 要知道一点,你的家人才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人。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关系,是不可能会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的。 陈老认为,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,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。 好的夫妻关系是精神的营养剂。 如果能够互相包容相互之间的缺点和不足,那夫妻之间自然会少了很多摩擦。 生活过得也就更加滋润。 每天回家之后,心情都是比较愉悦的,健康长寿自然水到渠成。 三,不要以寿为美,老人也要敢吃肉。 现在的养生观念中,有一个错误的认知,那就是人在老了以后就只能吃素。 特别是健康意识越强的老人,越容易陷入这种误区。 在潜意识中将肉当作不好的食物,从而下意识地排斥它。 陈可基认为,老了以后多吃素是正确的,但是凡事有度。 如果紧禁止吃素,完全放弃吃肉,那必然会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。 没有肉的营养补充,身体哪来的营养和能量呢? 健康自然也就如无根之草,风一吹就会倒下。 四,常听音乐和戏曲,如今很多老人都存在睡眠不足,睡眠质量差的问题。 晚上入睡难,白天醒得早,甚至一个晚上有时候会惊醒四五次。 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。 陈老在七十岁以后也存在这些问题。 但是后来他发现,如果在睡觉之前听一些自己喜欢的戏曲和音乐,睡眠质量就会大为改善。 后来他退休以后,还会经常在家中听一些中国的传统乐器,这让他在陶冶身心的同时,也改善了晚上的睡眠质量。 睡得好,自然身体棒。 如果将这些养生秘诀,每一个都单拎出来,想必有不少读者都能够做到。 但是能够全部做到的人,想必就很少了。 甚至有不少人并不具备这样的时间和精力。 但是没有关系,哪怕只能够做到其中的一两条,长期坚持下去,相信身体健康也会获得改善,能够获得更长的寿命。 但是也有部分老人,不仅仅不能够遵守这些养生的好建议。 反而喜欢做一些有害身体的事情,这些行为或许你也有过。 对照看看,六十岁后,老人常做的两件伤身行为。 对照看看,第一,退休了也闲不下来。 六十岁的老人,大多数都已经退休,开始安享晚年了。 但是长时间的休息,总是让他们感到烦闷不安,于是便换着花样地折腾自己。 不仅要把家中内外的家务活一手包办,甚至连孙子都要自己亲手带。 这样的勤劳品质,固然值得感动。 但是这也是导致寿命缩短的行为之一。 老人身体体力本就下滑,这些看似轻松的小事,一件件累积起来也是不小的负担。 经常操劳过度的老人,怎么会有健康的身体呢? 如果实在觉得无聊,不如培养一点兴趣爱好。 比如说钓鱼、打麻将等。 儿孙自有儿孙福,还是少劳累点吧。 第二,过度迷信各种保健商品。 保健品从一个普通的商品,沦落到现在,人人喊打。 不仅仅是因为商家的虚假宣传,老人的盲目迷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 人在年纪大了以后,身体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毛病。 这些小毛病的出现是很正常的,但是却让部分老人焦急不安。 在正规医院得不到救治的良方,就去寻找民间的各种名医。 往往寻到的并不是救命仙丹,反而是虚假的保健品商家。 这些保健品不仅会坑害老人的钱财,部分对身体还有一些副作用。 吃多了以后,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身体,造成疾病丛生。 想要健康长寿的晚年,保健品是老人要学会的第一堂课。 其实养生也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难,如果能够抓住重点,再搭配健康的生活习惯,长命百岁不是梦,养生长寿并不难,关键要从心做起。 根据中国《中国心血管病报告》显示,中国农村地区心血管疾病占到了死因的45.01%,而城市地区心血管病死亡因素占到了死亡总病因的42.51%。 我们即使以死亡比例较低的城市地区为标准,每年五个死亡的人中,就有两例是死于心血管疾病。 所以,想要抓住老年健康,就要重新抓起。 不仅平时要多关注自己的血压数值,也要每年定期参加一次体检,检查心脏和大脑血管是否存在动脉斑块。 如果发现的话,要配合医生的治疗措施,及时将其消除。 根据报告显示,中国每年死于脑促重的人数大约为1300万人,死于冠心病的有1100万人,死于各类心脏病的更是有上千万之多。 由此可见,心对于老人健康的重要性。 年过六十以后,养生要重新抓起,用心做好。 中科学院是陈可记的养生经验,每一件看起来都不难,但是难的是能够持之以恶,不要有松懈之心。 如果能够全部做到,相信你也会和陈老一样,拥有健康长寿的晚年。 但是如果只能做到一两条,那也很不错了。 此外,我们还有三条长寿建议。 一,懂得释放自己,压力每个人都有,但有人懂得适时地释放,情绪在心里就像一块大石头,会影响五脏六腑的运作。 肝气郁节就是如此,所以情绪不好,要发泄,不要压抑自己。 二,养护血管。 血管是人体的命脉,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高,死亡率也高。 所以忙碌的精英更要懂得养护自己的血管。 三十岁还替男猝死马桶上,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 想要养护血管,补充月见草油酸,必不可少。 它含有90%的不饱和脂肪酸,能够双重降血脂,溶血栓,清除血液垃圾,防止脂质物质沉积。 血管被脂质物质附着,会导致冠状动脉受损,血管内皮细胞受害。 月见草油酸可以增进血液回圈,减少脂肪在血管内壁的滞留,消散硬化斑,防止血管内膜损伤,预防动脉周样硬化。 三,睡眠充足。睡眠充足是保证机体运作的关键因素。 那些经常熬夜,不眠不休的人,发生猝死的概率特别高。 相信看新闻的时候,大家都会看到因为处理公务而劳累过度牺牲的民警同志,这些都是睡眠不够的结果。 所以,保证充足的睡眠,对健康非常重要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 不知道看完之后,您有什么感受?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。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